我们知道跟佛陀出家的比丘不一定是经常跟到佛陀的身边 但这一千两百个人是怎么结构呢 是最初佛陀度化的第一个三加瑟 三加瑟他本来是拜佛的一个婆罗门 他们三个兄弟有包括他的弟子一千人 瑟利佛尊哲跟他的剑属五百人 目见人尊哲跟他的弟子五百人 就两千人加上耶瑟等等其他的加起来五十人 那么这个都是佛陀最早期剔度的 佛陀刚成道以后的前面几年剔度的 那么这些人基本上是经常跟随在佛陀身边 佛陀到社会国到乔萨勒国到哪一个国家 他们就跟着佛陀在身边叫常随众 那么这个地方佛陀讲阿弥陀亲他们也献权 我们看第二个表位掺德 先表出他的阶位赞叹他的功德 看经文 阶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 那么这些千二百五十的比丘生 都是一个什么坚位呢 都是大阿罗汉 那么阿罗汉的意思很多了 我们简单的讲一个就好 最能够代表阿罗汉的道理就是无声 无声 无声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佛陀在经典上说 这个人大海当中已经看到了岸边 看到了岸边 他还没有到岸 但是他看到了岸边 就是说他今生死亡以后 他不再招感三界的生命 你看我们是 我们一般的众生是处在大海的中间 往后看是一望无际 往前看也一望无际 我们的生死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聊的 那么阿罗汉不同 阿罗汉他的生死是今生最后一生的 所以无声 那么这个是表位 表出这些比丘生的修学的阶位 那么这些大海当中有什么功德呢 简单的讲众所知识 这个识呢就是听文名称叫识 我知道某某法识 但是我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叫识 那么见面 你进一步见面叫做识 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 阿罗汉在佛陀生团当中有两类 一类是他对助众生没有寻取 他这一天去脱波 脱完波以后他回去就把脚洗干净 那么就入定 那么他就等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再注定 再去脱波 脱完波以后吃完饭就入定 他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 等待死亡的到来 进入涅槃 那么第二种阿罗汉呢 他是想要利益众生的 那么这一种就是所谓的众所知识 所以说呢 阿罗汉大师说啊 这些人啊 从佛转伦 广立人天 所以名称普文 他经常在人世间弘扬教法 所以很多的大国王 很多的天人都知道他的名称 这个地方众所知识 得赞叹这些阿罗汉的 大悲利他的功德 他们做了很多利他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们 所以这个表未探德 那么这些千二百五十人众啊 这以下我们列出十六个代表 列上首名 我们看经文 长老舍利佛 某木届年 某家舍 某家山元 某祭司罗 礼伯多 舍利盘陀切 难陀 阿难陀 罗侯罗 乔环波提 兵陀卢博如舵 嘉留托宜 摩尔杰宾罗 佛基罗 阿妙罗陀 如是等诸大地 那么当然这个千二百五十人巨啊 也不能全部列出他的名称啊 那么这个节级经典的人 是列出了十六个 在佛陀身团当中 最有代表性的十六个地 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简单介绍三个地 这三个地 对当时佛陀的身团啊 影响最大的三个地 第一个是长老舍利佛 这个舍利佛地 他在身团当中的特色啊 就是他的智慧变才第一 那我们也可以讲一个公案啊 来说明他的智慧 我在试的时候 有一个佛陀门生团啊 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啊 通达佛陀门的 种种的废陀的经典 可以而且善于善于言说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佛陀门的弟子啊 对他非常的仰慕 但是有一天他的弟子说啊 说老师啊 你在我们佛陀门教法当中 是最为第一的智慧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 找佛陀的弟子 跟他们辩论啊 把他们辩倒了 那就更为殊胜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师长说没问题啊 我可以跟 我可以跟佛陀弟子里面 最高明的舍利佛律者辩论的 他弟子说啊 老师我们不要这样 舍利佛的智慧很高 万一你辩数的时候 你还没有面子 你先找佛陀里面最笨的弟子 那舍利盘舟界当然身为奥罗汉 他的内心有我空的真理 但是他并没有广学 一切的差别的阴眼 所以当这个佛陀门师长提出问题 问难他的时候 他事实上当时的经典的记载啊 他是没办法回答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佛陀门师长等了很久 看舍利盘舟界都没有回答 这个时候舍利盘舟界也很紧张啊 但是雷大发他就现全神通 他这个时候不能回答的时候 就飞到西空去啊 结佳福座啊 把身体放大光明 这个时候佛陀门师长啊 哎 起恭敬心啊 这是一个圣人 但是当然世界上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是说 你有神通我就相信你 第二种人说你有神通是一回事啊 你要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啊 是要紧啊 所以这个佛陀门师长 虽然起了恭敬心 他一直等待这个舍利盘舟界的答案 但是大天舍利盘舟界实在是没办法回答 那么在这个江湖的当下 舍利弗尊者在疗房啊 天耳摇吻 他知道有这件事 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啊 把他的内心的心事 跟周利伯仁的亲事把他兑换 他住到周利伯仁的身体里面去 当然不得了 社利伯仁长那还得了 他滔滔不绝的回答那个问题 这个时候佛罗文师长真的是吓到 你看释迦牟尼佛最笨的弟子 都有这种智慧 所以他对佛法有信心 就皈依佛法 后来这个佛罗文师长也站在阿罗汉国 所以这个社利伯仁者在当时的身权 他以他的智慧其实调伏很多的外道 这个就是伟大的社利伯仁者 我们看第二个 值得我们一提的长老穆建年 在佛陀的弟子当中 其实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 一个是社利伯 一个是穆建年 基本上是这样 有些人学佛法比较偏重教理的 就跟社利伯学 有些人喜欢禅定神通的 就跟穆建年学 穆建年尊者的特色是神通第一 他的神通已经应用到多么巧妙 经典上说他的神通随心自在 一般的阿罗汉选神通 一定要一段时间入定 然后作意才能够把神通现出来 穆建年尊者不必 他的神通变出来 可以随时的在过程当中起种种的变化 这个是不容易的 一般人选一个神通 他就这个样子 他不能改变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穆建年尊者的神通 我在试的时候 有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他想要到某一个山中去取宝 但这个要取宝要经过一个大海 这个大海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个商人很害怕 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够回来 他就到一个很灵感的神庙去祷告 他说天神啊 如果我这次能够安全的把宝取回来 我发愿要供养所有的修行人 那么他发了愿以后就去了 果然安全的回来 所以他就办了一个无测的共争大会 这个争包括了再包括了佛弟子 也包括了出家的外道 那么这个时候外道就知道这件事了 佛罗门弟子就开始议论了 要去共生了 前天晚上就说 他说啊 以前啊 佛陀没有成道之前 国王都是供养我们佛罗门 应该佛陀成道以后 现在整个供养都变成佛教去了 明天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 诡异的机会 我们这样 因为佛陀有一个戒例 他明像没有现出前的不能出门 我们没有这个戒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到 我们晚上就到 到时候我们偷偷的过河 那么无公争的时候 我们就坐在前面 佛陀坐在后面 到时候结束的时候 我们代表大众回向 真为面子都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晚上在议画的时候 穆金人尊者在禅厅当中 知道这件事 他心想 凡夫外道都在所做 圆满的佛陀坐在后面 阿罗汉坐到最后面 这件事情是不庄严的事情 我要禁止这件事情 所以穆金人尊者 他就以神通力 在禅定当中 因为当时要经过共争的地方 要经过一条大河 那么穆金人尊者用禅定 使用这个大河波涛汹涌 所有人都不敢坐床过去 就在这边等着 一直等到明像陷了以后 庄严的佛陀带着比丘阿罗汉 慢慢地走过来 这个时候西空当中 出现一个泛岩形的彩虹的桥 那么佛陀跟诸位阿罗汉 慢慢地从桥中走过去 走完以后 这个桥慢慢地消失 那么这个时候 外道才沉藏过去 结果是佛陀坐在所做 阿罗汉骑士地人们 外道赤地坐直 那么吃完饭的时候 佛陀代表大众回响 非常庄严 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 目见仁尊者 那么第三个 这都一提的是 加塞尊者 长老加塞尊者 那么加塞尊者 它是这样 佛陀在世的时候 其实僧团的运作 主要的是两大地址 瑟利弗尊者 目见仁尊者 但是 三世诸佛的长法 所有的大地址 都要先佛陀灭度 佛陀灭度之前 大地址要先灭度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古德讲一句话说 譬如 在泰山将崩 大使先醉 这个泰山要崩下来之前 大地址要先掉下来 这只要先有征兆 才可以 所以 事实上 佛陀灭度之前 目见仁尊者 瑟利弗尊者 是相继的往生 那么 佛陀灭度以后 其实加塞尊者 他本来是修苦恨的 现在在旷野 伯墓里面修行 他不在生团 那么这个说 佛陀灭度之前 赶快的 叫这个阿罗汉 把加塞尊者找回来 因为当时的生团 两大地址都往生了 必须有一个来主持生物 那当然就是加塞尊者 那么加塞尊者得到 这个他的师兄弟的 召唤说佛陀要灭度 要你赶快回去 主持这个生传的事物 加塞尊者赶快 火速的赶回去 那么走到半路的时候 遇到一个比丘 就是我们讲 六经比丘 六经比丘叫他们唱歌 那么这个加塞尊者说 你为什么唱歌 他说很好啊 佛陀灭度了 佛陀在世的时候 告诉我 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做 管了很多 现在我们自在了 那么这个时候加塞尊者 内心当中就产生警惕了 你看佛陀灭度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把戒律经典 做个结局 让大家知道 有一个标准 修行的标准 或者这个是非标准就混乱 所以加塞尊者回去以后 第一件事情 就打反击中 因为那个时候 阿罗汉很多人 因为佛陀灭度以后 就相继入灭 那么这个时候 加塞尊者说 现在请主位阿罗汉 先不要急着入灭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这个时候 加塞尊者说 佛陀往生以后 这个火化的色利子 不是我们比丘该管的 这个由基石来操办就好 这个佛陀烧了以后 色利子要怎么分配 完全由国王大臣去处理 我们比丘生 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佛陀一生 所说的教法 做一个整理 那么这个时候 加塞尊者就在 佛陀灭度以后的 第一个节下安基 完成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结局 叫五百结局 着急的五百阿罗汉 那么当然 阿罗汉者深作 演说经典 所以我们今天在末世 能够听闻经典 其实加塞尊者 功不可末 所以我们讲这个传承 释迦牟尼佛是佛陀 那么初祖就是加塞尊者 因为他节级的经典 那么这个地方是先说明 这个参加阿弥陀经的这些声文咒 我们看第二个菩萨咒 并诸菩萨摩萨 文书是立法王子 阿异多菩萨 前陀阿弥陀菩萨 常经浸菩萨 与卒士等诸他菩萨 前面是一个出家众 这个地方是以再加众 那么再加众呢 他是菩萨 菩萨就是觉悟的有趣 那么这个摩萨呢 这个摩萨叫大 当然这个地方的大的意识就是法僧菩萨了 所以诸位菩萨 你可以叫做菩萨 你不能叫做菩萨摩萨 这个菩萨摩萨是法僧菩萨 才有这个称为菩萨摩萨 那么有哪些呢 这一下提出的几个代表 文书是立法王子 文书菩萨 阿异多菩萨 弥勒菩萨 那么弥勒菩萨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连世大师就做了注解说 这个地方有生意 因为弥勒菩萨是 当然下身弥勒菩萨 那么他说呢 连世大师说呢 弥勒既闻此经 荣华必说此经 也就是说 其实释迦牟尼佛说过的经典 弥勒菩萨不一定先说的 每一支佛出世的时候 说经的内涵是不一样 但是本经一定会先说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世界越安定 人心越安定的时候 正法时代的时候 禅宗一定会兴盛 天台宗一定会兴盛 维师宗一定会兴盛 就是休息空性智慧的一定兴盛 但是这个世界越乱 众生越颠倒的时候 他立法门 包括净土宗 包括密宗一定要兴盛 因为到孟华时代没有人能够当自立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到了下一代的佛陀 弥勒菩萨 他一定会先说 这个所谓的阿弥陀基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全陀阿迪菩萨 这个全陀阿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休息的意思 这个地方的不休息是赞叹他的大悲心 他这个悲心特别重 不忍众生苦 不愿生交衰 常经敬菩萨 这个常经敬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安入法性 勤修方便 这个地方也有自立的功德 他有这种精进的力量 已如是等出到菩萨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菩萨众 那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一提的地方 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看这个不但是阿弥陀经 你读华华经也好 金刚经也好 在列出这个以会大众的时候 都是把出家众放在前面 菩萨放后面 有些人就质疑了 这次菩萨功德比出家众还大 你看文殊菩萨 这个弥勒菩萨 都是等觉菩萨 那这些菩萨只是世果的阿弥汉 为什么放在前面呢 那么阿弥陀佛有提出三个理由 第一个初世相互 菩萨众 一个初娇众他穿上的袈裟 他扮演一个三世诸佛的一个亲近的床项 佛中灭祝以后法赖身传 所以他代表的是一种床项 就好像说你一个国旗 这个国旗是一个布 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布 他表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征兆 你为了尊重这个国家 所以你也要尊重这个国旗 虽然这个国旗的本质是个布 所以初教授 不管他有没有修行 他现出的是跟佛陀一样的相众 因为佛陀是替法染疫 所以他是初世相互 从相众的庄严 值得你尊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藏随从雇 那么诸佳众之代身团 经常跟佛陀在一起啊 所以他因为尊重佛陀 看着佛陀的面子 也就尊重初教授 第三个 佛法赖身传雇 那么佛陀灭住以后 正法的注释是靠身保的红传 他有注释正法 西国外面的功能 所以也值得尊重 这三个理由 这个讲到菩萨众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七面 丁三 天人众 那么我们这一课呢 是讲到这个参加 阿弥陀经华会的大众 有三类 僧文 菩萨跟天人 那么这个天人众 在其他的注解当中呢 又叫做杂众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大众 不是天跟人而已 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容易清楚 好 我们看经文 即四题环音等 无量诸天大众句 那么除了这个 苏家的法师 跟在家的菩萨以外啊 还有这个四题环音 就是这个诸天啊 那么这个大众句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鬼神 包括了蟒蛇 包括了阿修罗 包括了畜生等等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赤德大师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 讲到这个诸天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啊 他说啊 这个大众当中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别呢 有些人是用菩萨的声音来听法 有些人是用国王的声音来听法 有些人是用出家的声音来听法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赤德大师说啊 他说这个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两种知量 一个是福德 一个是智慧 那么福德是安乐之本 智慧是泄脱之门 那么我们这个众生的修行啊 从福德跟智慧这两个角度啊 开出的四种差别 赤德大师说啊 第一个叫根利遮重 这个人的智慧善根很强 你看每一次有人听法 他就来听 而且他一听就懂 他对人生也看得很透彻 智慧很高啊 有泄脱的音言 但是呢遮重 他的烦恼也比一般人重 三根强烦恼也重 他来听法的时候很用功 他回去的时候 遇到阳污的音言啊 放逸的时候也比别人放逸 这个放逸当然就造罪了 那么这种根利遮重的人 他善根强 但是他福德有亏 所以在他成佛之道当中呢 他会以悲贱的果报来学佛 就是说他比一般人辛苦 他要受到这个 为这个果报所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善根 他是他的烦恼重 罪业也重 所以他是在苦恼的环境 在悲贱的环境中学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福德有亏损 他的慈戒不知有亏损 这叫做根利遮重 所以你看佛陀说法的时候 你看蟒蛇都能来听法 他为什么动蟒蛇声呢 就是福德有亏损 但是他这个人有善根啊 你看蟒蛇也来听法 就是善根 第二个更利遮青 善根强 烦恼又淡薄 他这个最好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 以僧文重 菩萨重 天人重来听法 他善根深厚 而且他的烦恼淡薄 福德没有亏损 第三种人是根顿遮青 遮青 这个人没什么烦恼啊 就是世间上的好人 做很多的慈善事业 但是他对佛法完全没有兴趣 这种人他会得到天的果报 但是不会来听法 他不会来听法 所以他没有泄脱的意愿 第四种人是最糟糕的 根顿遮重 他到善恶道 他也不想听法 永远没有出离的意愿 所以我们从智慧跟福德 这个地方 一个是安乐之本 一个是卸托之门 这四种的差别 就知道为什么 佛陀说法会有这么多人 以不同的果报出现 但是这种人都是有善根 但是因为福德的 这个不同 所以限出不同的果报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这个听闻阿弥陀经的 一个大会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别序 叫花起序 那么这个别序就是不同了 个别了 每一部经 这部经是在什么 因言之下先说的 你看观无量寿佛经 那是因为阿舍世王 杀父害母 这个时候佛陀才讲这个观经 那么本经 是在什么因言之下先说呢 是在什么因言之下 来启动佛陀先说本经呢 这叫发起 发起一部经的因言 我们看经文 而是佛报 长短设立佛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也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那么这部经的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一个无问自说 所有的兵典 一定是弟子的修行 有障碍的 向佛陀请示 佛陀才说法 譬如因病已药 有病重了才开药 没有人说是你都好好的 佛陀主动为你说法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本经的特色就是 事实上是没有人宣说 大家集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佛陀就主动的告诉长短设立佛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法门三根仆辈 万病总治了 所以不必要去简别对象 也就不需要有人请说 那么这个时候 佛陀告诉长老舍利佛 两件事情 他说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这个事就是娑婆世界 佛陀告诉舍利佛说 从我们娑婆世界的距离 有十万亿佛徒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事情是存在的 第一个呢 有一个依报的国土 有世界民业极乐 有一个国土 这个国土叫极乐 第二个 有正报的佛陀 那这个国土 是谁住在那个地方呢 祈祷有佛 好阿弥陀 请现在说法 那么这段经文 欧依达士说啊 是标出了整部经的纲要 其实后面的经就是在解释 有世界民业极乐 祈祷有佛号阿弥陀 经现在说法 就讲到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 那么关于这段经文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它 我们看欧依达士的开始 看副表第二 也是补充讲表第二面 那么总标及的一正二有 那么欧依达士呢 他是用信念形三支梁 来配套这段经文 他说啊 恶有现在欠信去也 说极乐世界是如何使令大家起信呢 因为它有恶有 这个有的存在意 这个恶呢 指的是有世界民业极乐 一个一报的存在 祈祷有佛号阿弥陀 又是一个正报的存在 那么这两个是存在的 就表示一种空间上 是有这个东西存在 其次呢 这个现在表示一个时间下 它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是现在 那么就会知道 当一个法 有它的空间的存在 有它时间的存在 表示这个法是存在 因为它有它的时空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 古德说啊 它是来表明啊 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报庄园 正报庄园啊 它不是一个天荒夜谭 它是一个存在于真实的一个法界 你看禅宗有人说啊 说是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 那是一种内心的假想 你看你一念的迷惑 你现在就是在说佛世界 你一念的觉悟 你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当然这句话 有它的教理根据 但是 不能够因为这样 否定的这个法界的存在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佛陀在说话 四个字 不增也不减 佛陀在描述一件事情 它不会增加一点点 也不减少一点点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身为一个大智慧光明的抉择 他说 从事希望过时万一佛徒 有世界名业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的时候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法界 那么这个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有两个东西是存在的 是存在于现在式的 那这样子呢 就是其性了 第二个 有世界名业极乐 从这个极乐的这句话呢 就启动我们的花园 身为一个友情 我们的本性是想离苦得乐 你看一只狗 它都是到去找东西吃 找一个洞来住 所以 我们想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共同的愿望 而这个极乐世界的名称刚好叫极乐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种 启动我们的愿望的意思 第三个 佛号阿弥陀 那么 整个进途中的 修学的纲要就是指持名号 就是无量官无量寿的名号 所以标出了这个名号 就是说明了这个慈民的妙行 实际我们 当我们设定目标以后 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安住这面行 那么这个是信念行 那么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 今现在说法 简上一阵二游 非过去已灭未来未成 整形花月往生 清紧听法促成正确 那么为什么标明现在呢 就表示 前面的极乐世界的一报跟正报的佛陀 它不是发生在过去的 这个曾经有一尸佛 也有个极乐世界 但是现在消失了 不是过去 也不是说 有一个菩萨 他欢迎要创造一个国土 但这个国土还没有成就 当然要成就 也不是未来 而是一个存在于现在式的国土 存在于现在式的佛土 那么当然这段经文 在本经当中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那么历代的主持 这段经文都很大的开示 我们引用莲子大师做个总结 莲子大师说 这段经文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 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 那么这段经文 它讲到两个有 有四件名义籍的 歧途有佛靠阿弥陀 两个有 这个有在佛教里面叫存在 这个存在对我们是意义重大 你看这个讲堂 盖得很漂亮 灯光也很好 空调也很好 它有很多功德 有光线的功德 有这个庄严的功德 有空调的功德 我们在这个地方安住下来非常的舒适 但是 这个条件它要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从存在的角度 喜欢我们的信心 破除我们的疑惑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看这段经文 今现在的说法 这个现在这两个字 前面讲到存在 现在讲到现在 这个现在这两个字呢 颜色大师说啊 破除繁复的懈怠 我们一般人啊 很多人容易相信净土 但是呢 很少说做好往生的准备 想说不急吧 对不对 来生再说嘛 今生先解解言吧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会产生一种悠悠患患的 一个耽误时间的情况 那么这个今现在说法就是说啊 你要把握现在 因为来生是不可测的 你来生要到山后到怎么办 到天上怎么办呢 到天上也被罢学佛 诸天太过为快乐 善恶道太过为痛苦 都被罢学佛 也就是说呢 极乐世界的存在 是很特殊的因言 你一定要得到人生 讲一句白话来说啊 就是说啊 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你现在可以选择去 或者不去 等到你死亡了 你就没有选择机会 你死掉以后 你男生就没有选择 你变成天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选择机会 所以你选择机会不多 如果你今生没有去 而领到天上去 或者做了三二道 那么几次的打鼓 你得到人生的时候 遇到佛法的时候 极乐世界已经消失了 那你要等到另外一个菩萨在花园 那你要等很久了 所以说呢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言 这部车在走动 你不搭上去 那以后你得要靠自己走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今现在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啊 你连破竹繁复的懈怠 你以为拖对你有好处啊 拖了以后对你是更糟糕 所以这段话 我们有两句话值得注意的 有 有世界民业籍的企图有 第二个现在 这两句话值得我们证实 好 我们回到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是叫做 发起序 就是 佛陀在没有人请示的情况之下 把这部经的大纲 把他发起来 就佛陀主动的告诉 瑟利佛 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的名称 那么当然 这以下的郑宗峰呢 就是在解释这段经文 我们看郑宗峰的地方 那么郑宗峰呢 欧威大师是用信念行三支两 来贯穿嘴部的郑宗峰 我们先看第一个 广城彼祖一正妙果一己信 那么我们的信心怎么建立呢 就是从极乐世界的 一报正报的庄严建立信心 那么在一正二报当中 我们先看一报的国土 一报国土的庄严 那么这地方有简单的解释 跟广泛的解释 先看真事 那么真理先有一个真问 看真问的地方 我们看经文 瑟利佛 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那么在整个经文当中呢 佛陀在描述极乐世界的一个表达方式啊 都是用问答的方式 就是先提出一个问 再回答 而这个问答都是佛陀自问自答 那么佛陀就问瑟利佛说啊 瑟利佛 这个我前面把这个极乐世界的 一生二报的名称标出来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 是什么样的因言 才有资格阿里做极乐 他问这个瑟利佛这个问题 这跟我们讲一下 不管是佛陀也好 不管是佛陀的国土也好 只要佛陀阿里这个名号 那全是一个真实的功德 明以朝得 你看我们拜 南无普光佛 南无普明佛 南无普经佛 佛陀的名号不是随便阿里的 他的印第有这个功德 你看我们凡夫的名称随便阿里 这个人叫长寿 可能四十岁就往生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凡夫的名号 是没有真实的意思 但是身为佛陀 他这个名号阿里加基 那全是真实的功德 我们下来的真实的功德 就是个人的命名号 是什么一位 我给你看看 我给你一个人的命名号 是远远的 我给你一个人的命名号 是有种的